据俄罗斯塔斯社,俄罗斯海军将会在近日开始部署新一代的波塞冬, 带号状态副6型无人核潜艇,并且部署数量不会太少。 即使是第一批的部署数量也在8美左右,最终,俄罗斯很可能会部署32艘无人核潜艇。 这些合余雷已经足够对美海军构成威胁了,就整体的部署来看。 首先这些无人核潜艇,是部署到俄罗斯北方舰队。 2015年11月9日,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了高阶安全会议上, 状态副6无人核潜艇,突然出现在一份档案上根据电视画面。 该系统的全称是,大洋多用途系统状态副6, 开发单位为俄国老牌军工单位红宝石设计局。 该系统的设计用途,是摧毁敌人沿海地区的重要经济设施。 通过建立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区,来造成敌人无法承受的破坏。 以确保敌方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, 无法在该地区内实施军事、经济和其他活动, 部署在北方舰队,就是为了在北极地区部署。 随后,就可以对美国、欧洲的大西洋延安地区构成威胁。 必要情况下,还可以用来打击美海军的航母编队, 让俄罗斯海军获得海上优势。 当然,这种战略级无人和潜艇的部署, 很可能要到2019年末才会正式开始, 而美军暂时还没有好办法去解决。 毕竟这种战略级无人和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隐蔽和打击能力强。 俄罗斯研发战略无人和潜艇的主要物件就是美国, 尤其是在对付美海军航母战斗群的时候。 虽然美海军航母战斗群的部署和打击能力兜风非常恐怖, 但实际上,对于无人和潜艇的防御并不强。 或者准确地说,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解决航母防无人和潜艇的问题。 虽然美海军的尼米兹级航母拥有防鱼类的作战装任何损管系统, 但最多也只能承受住三到四枚重型鱼类的直接打击。 这种重型鱼类仅仅指的是533毫米直径, 弹头重量在300千克上下了鱼类。 而俄罗斯这种战略无人和潜艇, 即使使用常规弹头,也有一堵以上的弹客。 如果使用千万吨级的核弹头, 那么一艘无人和潜艇就足以让整个美海军航母战斗群直接征伐。 毕竟千万吨级的核弹头打击范围超过100千米, 甚至能制造出小规模海啸。 这种水平的武器,自然是不是美海军的航母战斗群就能抵挡的? 也是美军非常担心俄罗斯这款无人和潜艇的原因。 俄罗斯在核武器设计上一直有优势, 无论是在战略和武器,还是在战术和武器方面, 俄罗斯一直算是压制了美国。 无人和潜艇实际上是俄罗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构想, 并且制造出了650毫米的重型核鱼雷。 而这种鱼雷,先后装备了俄罗斯多种核潜艇。 现在这种布塞东无人和潜艇, 实际上只是俄罗斯在650毫米T-15核鱼雷上所升级改造而来的产品。 本质上是没有技术难度的。 俄罗斯将会把现有的几艘奥斯卡级核潜艇进行一定的改进, 让这几艘核潜艇可以携带布塞东行无人和潜艇。 按照俄罗斯改进效果来看, 一艘核潜艇可以携带8枚无人和潜艇, 俄罗斯最终会改造4艘核潜艇。 先后在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各部署两艘, 保证在对美海军威慑的同时, 也增加了俄罗斯海军的活动范围, 核武器的打击能力直接决定了常规武器的作战范围。 美国媒体认为, 俄罗斯海军制造出无人和潜艇和新一代的先进核弹头以后, 面对美军的时候, 至少可以保证足够的反击能力, 不至于像以前一样, 只能依靠暗机武器对抗美海军, 战斗力极大增强, 这是俄罗斯巨大的战争警告。